再来一盘肥鸣 干嘛 你这又是来哪出啊 你不是想吃火锅了吗 走啊 等会加碗油带你去 我这么被你拿出来了 没带手机没钱 你带钱了吗 不会要对我吃霸王餐吧 放心吧 我用骑士卡买单 骑士卡 对啊 前几天在支付宝领的 在支付宝搜索骑士卡 就能免费领一张 刚刚加油就是用他给的钱 用他加油全国7折起 订酒店机票1折起 就这顿火锅 也要打5折 真的啊 你怎么知道我想吃火锅呢 我不仅知道你想吃火锅 我还知道你想吃毛肚 酥肉 午餐肉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自己看了 都是你自己亲口告诉我的 嗯 鸳鸯过吧 那你要不要酥肉啊 没有 还有肥牛 还有毛肚 太糟了 我要伤了 别伤 穿越人海 只为与你相拥 若言等一下要去上班 今天我也来测试一下若言的智商 都收拾好了 不要 先走了 别着急 先吃个早餐 慢着点哈 路上小心 拜拜 好了 他上电梯了 我们现在给他发微信 看看他什么反应 若言 你怎么没带手机出门啊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用手机忘了带了 哈哈哈哈 知道我手机吗 没看你到啊 你不是还开窗吗 我手机呢 我手机不是你带吗 你是不是耍我 要不你也来点 我太难了 你有话直说好吧 别再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了 剩的火 你自己做了什么 你心里不清楚吗 我真的不知道 要不你指点指点 好 那我给你指点一下 你有几部手机啊 就三个 你说一个人 为什么要有三部手机呢 一个工作 一个生活 一个是换了新手机 留下的旧手机啊 都已经换了新手机了 那旧手机留着干嘛呀 就留着看呗 怎么了这是 前两天 我朋友跟我聊天的时候说 他男朋友有两部手机 后来才发现 他男朋友是个时间管理大师 每一分每一秒都把握得很好 还有这种职业 赚钱吗 赚不赚钱我不知道 但应该挺好玩的 像你这样有三部手机的人 应该更有趣吧 什么意思啊 把我都弄糊涂了 你自己琢磨去吧 我懂了 你是不是在暗示我想换手机了 我给你买个iphone12呗 滚一边去 这什么情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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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在暗示在暗示 你不想拍摇 我能在暗示 啊 你不想拍摄 你不想拍摄 我能拍摄 你不想拍摄